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同奈胜重要电视台的怀疑新闻。 尊敬的观众,贡商部刚刚完成了关于发电单位和大电力用户之间直接电力交易机制的政府议定, 该议定允许凤能和太阳能发电厂通过传线或国家网络直接向客户出售电力。 越南贡商联合会表示,发电单位与大电力客户之间的直购电机制将有助于解决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的工序问题。 对于许多在固定优惠价格时迟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来说,这可以成为克服困难的解决方案。 对于通过传线直购电的客户,传线直购电交易规定草案第七条,竟允许电力带用户参与。 由于各方使用传线,对国家电力传统影响不大,因此联合会建议起草机构修改草案第七条, 允许无线链的电力客户群体,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客户开放。 5月7日,同类省人民委员会全主席吴静德, 主持召开有万单位工作会议。 听取2024年前四个月,全省公共投资资金到位情况直报。 快上,省人民委员会全主席吴静德提出, 为完成承诺目标,各地和投资单位要更加注重指导落实2024年促进公共投资资金不复任务。 这必须作为部门、分治机构、地方、投资者责任的终点政治任务和终点工作之一。 省人民委领导还要求,投资上必须选择有足够资金和专业能力的单位实施项目, 避免出现泡标、气漂的情况,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 对设计、鉴定单位的能力进行审查、查明原因、处理问题,防止文件反复被退回。 关于支持民众和企业恢复发展生产经营政策录实情况,税务总局表示, 2024年前4个月,减免税费和土地资金总额约为255,080亿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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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租金为14,440亿美元顿 令区税务总区称 截至2024年4月底 税务机关已发出5580分增值税退税决定 退税总额达39.44万亿美元顿 相当于2024年预估的23.1% 与2023年同期相比相当于105%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5月7日 呼吁中国在帮助贫从国家 解决债务负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该声明是舒尔茨先生 在柏林举行的全球解决方案奉会上发表的 全球解决方案奉会是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 旨在解决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和信性经济体集团和工业化国家集团 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 今年的会议由德国主办 舒尔茨先生在会商表示 20国集团已经为贫从国家建立了债务重组框架 但至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对概框架感兴趣 德国总理呼吁中国作为最大债权国之一 发挥更大作用 从长远来看渐进贫从国家的债务负担 舒尔茨先生还补充说 过去10年陷入债务危机和并临危机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 德国总理表示 贫从国家日益增加的财政困难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5月7日宣称 有关中国支持对英国国防部 进行大规模网络供给的指控 是完全是无计之谈 林建强调 英方有关政客的言论纯属无计之谈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 当天早些时候 英国就业及养老金代臣梅尔·斯特赖德证实 该国国防部已成为大规模网络供给的目标 斯特兰德表示 发生在一家外部公司运营的系统上 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告诉天空新闻台 国防部非常迅速摘取行动 挺拥了该数据库 与此同时 保守党征服前部长 托贝尔斯·阿尔·伍德表示 这次攻击针对的是国防部使用的第三方工资系统 并且 需要来自中国的网络供给的所有特征 据称 这次数据泄露 包括现役军人和前武装部队成员的姓名 银行详细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 还包括个人低质 国防部长格兰特·沙布斯 将向议会报告盖世间的进一步细节 以上是同那圣中央电视台的华谊新闻报道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